哈喽,朋友们大家好,我是小潘,专业做白酒和盘酒团固和批发,很高兴又和大家见面了,感谢朋友们观看我们本期视频,马上就要到中秋节了,一到中秋节肯定是迎来送礼,这方面肯定是必不可少的, 在我们这个节日送礼,这过程当中呢,酒这个东西呢,确实是一个必不可少的东西,很多朋友呢,在最近这段时间问我,你说这个快中秋节了,你说我该送什么酒盒四呢,有什么适合送礼的产品呢, 其实这个东西呢,你让我说的话,我也不好去说,这个东西你主要是看个人这个送礼的定位,这个怎么定位呢,包括,你要送给什么人,这个人呢,什么关系,你是因为有事啊,帮忙啊,还是他给你办了什么事,还是这个亲戚啊,朋友啊,互相走动, 所以这个东西呢,确实我也不好说,推荐一款产品的话,你知道我推荐的话,我确实也不好推荐,我们去推荐, 最主要呢,还是因为这个,最主要呢,还是这个,个人的经济基础,来选择你到底送一款什么样的产品, 你包括这个,有很多呢,他就是啊,平时呢,有朋友啊,或者是领导啊,帮忙办了一个什么事情, 这种情况的话,我个人建议,个人建议选择一些,知名度比较高的产品,知名度比较高的产品, 你像这个茅台啦,五粮液啦,等等的一些,知名度比较高的产品,这种产品还比较可以的, 特别是茅台,五粮液这种产品比较适合,这种这种产品适合这种,送礼这种定位, 因为过节啦,是不是说,你拿其他的产品呢,可能对他们来说,第一可能没听说过,第二呢,感觉, 你虽然这个酒好,酒制好,你就这个酒制再好的话,对于他们来说,感觉可能也是,也就这样,不如知名度高的产品做, 第二呢,就是走亲戚,走亲戚的话,这种可能感觉就是,你这种关系怎么样啊,走亲戚我觉得这种无所谓, 可能是平时啊,就是逢天过节,来回走动,这个都可以的,什么样的产品,你个人感觉这样合适,走亲戚这种送礼的话,主要是看个人的经济实力, 你平时经济实力高,这个有钱,土豪,这个无所谓,买什么都可以,但是你要是平时呢,你个人,每月就那点工资, 没有必要买太好的东西,没有必要买太好的酒,那没什么意义的,显得这个,有点疏远的感觉了,是不是啊,还有一种就是,平时没有什么走动,但是呢,也是上下级的关系啊,领导啦,你可以选择一些,性价比比较高的产品, 知名度可以,有知名度,有性价比的产品,这种产品可以,你像有一些知名度那些品牌,二线的白酒,你包括这种,像我们,我曾经给大家推荐过,给大家推荐过一款叫钓鱼台,钓鱼台品牌啊,就比较合适, 你钓鱼台了,金沙了,钓鱼酒,现在这个,还有国台等等,这些产品呢,慢慢的发展起来,知名度都比较高,你可以到线上,可以到任何渠道,可以查询到这种产品,一扫码价格也很高,这种产品呢,也是适合于这种产品定位,这种产品去送礼,这种产品也比较可以,也比较有错,所以呢,这个,关于这个,中秋送礼啊,去买白酒,送白酒, 其实也就归于这几类,希望呢,各位这个,在这个买酒的过程中啊,也是做好一个定位,做好一个区分,也是量力而行啊,量力而行,好了,今天给大家,这个,分享一下,就是怎么去买酒,怎么去送礼,怎么去定位,确实,主要还是个人的经济实力,主要还是个人的经济实力,好了,非常感谢 今天那个朋友们观看我们本期视频,如果你有什么建议的话,也可以在我们视频下方留言,也可以我们那个互动一下,给大家提出更好的建议,感谢朋友们的支持和观看,我们下期视频再见